Hello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若曼的髮型頻道 那我們今天分享的是 男生極短髮的修剪教學 在教學開始之前 如果來訂閱這頻道 先訂閱這頻道 我們現在教學準備開始 Let's go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模特兒 那我們今天要修的是男生極短髮 極短髮的話 兩側的長度 我們使用是1.5mm去做修剪 所以是比較短的 那上面再來剪長度跟層次 那我們先把頂部去劃分起來 好 修剪的話呢 我們直接在分線的位置 先做一個預留的動作 那由下往上 直接推上來 把長度做修剪 那預留的位置就不要推到了 它推到之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推的時候會往上跑 你不會推到裡面 所以這樣剪完呢 它就會呈現一個比較平的效果 好 預留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行修剪 由下往上 踢上來 然後後部區也是一樣喔 平推上來 這樣整個修剪過 平推上來 做修剪 好 那我們就順著這個頭型呢 去把兩側跟後面的長度 都修短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修過的長度 是比較俐落的對不對 這就是1.5mm套 剪出來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喜歡那種極短法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技巧 我們就可以選用這個 公分套去處理 它剪完的這種俐落度啊 非常高的喔 當然要注意的就是我們這個預留 一定要先做好 很多人如果沒有用這個手壓著做預留啊 很容易剃到裡面喔 剃太高 這樣效果就不太好了 頭腳以下壓著做修剪 這樣就可以了 兩側跟後面修剪完成 接下來我們拿掉公分套 然後用梳子去做連接 梳子連接的話就是這樣平梳上來 修剪 平梳上來 修剪 把多餘的長度 退掉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塊凸凸的頭髮對不對 來我們平梳 把這個凸凸的頭髮去除 這樣平行去除就可以了 這樣平梳上來 把多餘的長度修掉 平梳上來 把這個多餘的長度修剪掉 然後順著這個頭型啊 都重複這個動作 這樣平梳修剪 好整個修剪完 它就不會有一個凸點喔 大家可以看到 是比較平整的效果 好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頂部區放下來了 放下來之後你會發現啊 它像一顆香菇有沒有 旁邊會膨起來 這個時候我們再重複剛剛它的動作 一樣平梳上來 把這個長度修短 梳子平行上來 碰到這種凸出來的 直接去掉 這就是連接的這種效果 把旁邊這種多餘的長度 都修掉 這樣它的頭型的修飾效果就會比較好 然後平梳上來 平梳 再修剪 大家注意一個東西就是 我們沒有壓進去喔 我們的角度都是這樣 隨著頭型上來 把多餘這個長度修剪起來 平行上來修剪 好修剪到這邊呢 你可以發現喔 它就不會有那種多餘的角度 到這裡 兩側才算剪完 好整個完成之後呢 我們把頭髮梳順 然後接下來設定瀏海長度 順著髮劑邊緣 直接做一個平剪的動作 把瀏海剪掉 剪一個平行的 剪完之後啊 你會發現前面的長度只有一個手指指的寬度喔 這樣就是一個比較剛好的一個極短髮的長度 如果呢 你不知道該怎麼做修剪的啊 你可以用梳子 這樣壓下來 讓頭髮往下 那平行做修剪 這樣壓著 它就不會翹起來了喔 這樣梳子由上往下壓著 這樣做修剪 好都剪完之後呢 我們來剪層次 然後我們從後部區這裡開始喔 提拉起來 收頭夾著 然後貼在你的頭皮上 那把這一個角度呢 去除 這樣去掉 去掉之後呢 抓著把它往前連接 然後你的手呢 是貼在頭皮上的喔 只是 用手指頭夾著頭髮 然後往前做修剪 好這邊都完成了對不對 來我們再往前 梳起來 來 往前面連接過去 然後梳到瀏海的位置 連接下來 長度都是均等的喔 只是到前面這裡 都是平行的 到瀏海這裡有一點往前弧形下來 它就是變成一個平行弧形下來這種感覺 中心線完成之後呢 我們一樣回到正中間 然後以頂部區這裡為中心點 放射去做連接 這樣提拉起來 把它連接起來 把多餘的長度 都修掉 以正中間的 這個長度為基準點 把這多餘的長度修除 然後瀏海的也是一樣 這樣連接起來 順著這長度去做連接 好到這邊 檢查的時候呢 你用梳子往上梳 看它有沒有多餘的長度特別長的 如果沒有 這樣就是完成了 換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的長度一樣 從後面後部區這裡開始 連接到中間 中間這裡會比較短對不對 來中間這一段修掉 一樣提拉起來 把中間這裡 連接起來 然後順著頭形 像切西瓜的方式 放射狀去提拉去修剪 剪到前面的瀏海區 好 修剪 剪完之後一樣再檢查一次 梳子由前面往後梳 梳上來 看有沒有特別凸的頭髮 中間這裡有沒有特別凸一支起來 如果沒有 這樣就是OK的 好整個完成了 我吹乾給大家看效果 好我們剪髮已經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像這種俐落短髮 上面稍微有點長度 然後兩側呢 是1.5這種極短的效果 非常適合喜歡清爽型的男生喔 我再重複一下今天的剪髮技巧 我們今天兩側啊 是使用1.5mm去做修剪 大家記得啊 我們頭角分起來之後呢 梳子先做預留 那去做修剪 修剪完成之後呢 我們用梳子平推上來 做去角的動作 那頂部去放下也是一樣 先做去角 整個角度都完成 再來剪瀏海的長度 以及頂部區的連接 那大家記得喔 我們在連接的時候 從後面的長度往前連接 它會形成一個 平行的 兩側的弧形線 那中心一點完成之後啊 再往兩邊去做連接 這樣就可以了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連接點中間這種 兩側45度頭角的位置 不可以有太長的長度 這樣啊它這邊會過長 髮型連接效果就沒那麼好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你學會了嗎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最後送大家一句話 你不用很厲害才開始 你需要開始 才可以很厲害 有其他問題 可以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我一一回覆給大家 如果沒辦法回覆的 我在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對諾曼使用的產品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點開影片下方的 顯示更多 以及更多內容 就可以點選我們的賣場 及表單 直接做訂購 下方連結 可以追蹤肉慢的 IG及臉書 每天發布 最新的動態 以及髮型作品 如果想找我們改造髮型 也可以點選我們的 線上預約系統 喜歡我的分享 記得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